一百五十一集 渐渐狂暴 侯再因是识惑的 这次他没有拒绝 或许是这些天的日日夜夜 毫不停顿的痛苦 已经把他折磨得受不了了 他接过了这枚冰浆果 轻轻地用指甲挑开了一点 放进嘴里 这种神奇的东西果然是有用的 不多片刻 骑士一直紧紧皱着的眉头 就舒展开了 他仿佛松了口气 睁开眼睛带着一丝欣慰 声音呢也和气了很多 谢谢 果然是舒服一些了 这该死的疼痛 已经折磨得我几天没有办法入睡了 顿了一下 侯再因看了看杜维 你对魔法药剂学也有研究吗 现在很少有魔法师会花时间 去研究魔法药剂学了 大部分魔法师 只会把精力放在魔法试验上 而药剂学 只有没有办法学习魔法的人才会去研究呢 杜维笑了笑 那么你说对了 我就是一个魔法药剂师 事实上 我甚至没有魔法师资格 侯再因也没觉得奇怪 他淡淡说道 那你和那个老不死的 是什么关系 老不死的 杜维觉得这种称呼倒是很有趣 杜维没有回答 反问一句 你呢 你和他什么关系 侯再因沉默了 他想了一下 淡淡说道 没什么 只是他勉强 算是我的师兄吧 我们的力量来自于同一个老师 师兄 杜维忍不住笑了 我听说你才三十岁吧 那个老家伙恐怕已经几百岁了 你 不 我今年三十一岁 那个老家伙 天知道他多少岁了 我跟他只是名义上的师兄弟吧 不过我 其实并不喜欢他 侯再因似乎不太想说这个话 顿了一下 他不再说这话题了 转口说道 你呢 你看上去恐怕连十五岁都不到吧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来到这儿 不是十五岁没到 而是十四岁都不满 我是罗琳家的 为什么来这里 这个问题你要去问老家伙了 是他把我抓来的 罗琳家的 侯再因想了一下 他突然笑了 他居然真的是笑了 这一个一脸杀气的家伙 眼神里面带着愉快 看着杜维 我好像听说过你 你在燕京可是很有名的 罗琳家的白痴儿子 前几年燕京的贵族圈子里面 都在谈论你 你居然也听说过 杜维丝毫不在意白痴的说法 侯再因仿佛沉浸在回忆里一样 是的 卢克骑士长的伯父是一名贵族 我曾经被邀请去参加过他伯父的宴会 那个时候卢克告诉我 最近最大的新闻就是 雷蒙伯爵的儿子是一个白痴 而他的伯父原本还打算和罗琳家联姻的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吓得就再也不敢提了 我记得卢克他 说到这儿 侯再因忽然闭上了嘴巴 他的眼神里面闪过了一丝阴霾 杜维也不敢说什么 只是那么静静地看着这个启示 卢克被我杀了 两久之后 侯再因突然低声地说了句什么 他冰冷的声音里 带着一丝无法描述的 深入骨髓的哀伤味道 这个骑士的眼神里面闪过了一丝深深的痛苦 他用力地摇摇头 是的 卢克被我杀了 还有凯莉骑士长 他们都死在了我的肩下 杜维没说话 侯再因却是把目光转到了远方 他的声音仿佛在自言自语一样 卢克大人 凯莉大人 还有戈菲特 可怜的戈菲特 他跟我一样大 小时候我们一起在神殿接受训练 一起通过考核进入神圣骑士团 他就好像我的兄弟一样 我的兄弟一样 可是我亲手刺破了他的心脏 让我想想还有谁 还有斯特拉 那个热情的南方老 他祈祷的时候总是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 我们小时候还都嘲笑过他 想起来了 他被我一剑斩成了两段 还有 杜维忽然惊讶地看见 一滴眼泪缓缓地从侯再因的脸颊上落下 他们全都是我的朋友 是我的兄弟 是我的战友 我们一起手军 一起学习武器 一起队练 一起骑马 现在他们都死在了我的肩下 侯再因的眼神开始变得狂乱起来 他忽然大声吼道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他妈的知道是为什么吗 他突然站起了身 冲斜的眼珠子死死地盯着杜维 低吼一声 你知道 这是为什么吗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杜维皱着眉头 他意识到骑士的精神状态有一些不太对劲 小心翼翼地后退一点 侯再因忽然无意识地笑了起来 他的笑声里带着轻狂的味道 因为 因为教宗陛下 他骂的 教宗陛下说 哦 这是神的旨意 然后教我们去流血 教我们去死 一切都是因为这句该死的话 这句该死的 神的旨意 侯再因启示 你太激动了 先坐下吧 侯再因深深地看了杜维一眼 他的眼神依然很是古怪 仿佛带着一丝 紊乱 不过他还是坐下了 这个动作让杜维稍稍放心了些 喂 小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被神殿追杀吗 我为什么会变成神殿的叛徒 我 侯赛因 从我十三岁开始 骑士团的所有人都视我为神殿的骄傲 他们认为我是一百年来最伟大的骑士 甚至他们认为我肯定将来会成为神圣骑士团的团长 只有圣骑士才能成为团长 神圣骑士团已经一百年没有团长了 但是我肯定会成为圣骑士 我将会是神殿的神圣骑士团的领袖 可是现在 我像一个老鼠一样被人追杀 躲藏着 听着侯赛因的语气渐渐狂暴 他的眼神越发紊乱 杜维心里渐渐不安 忽然他心里一动 糟糕了 看着骑士手里的那个被咬了一口的冰浆果 杜维明白问题出在哪了 冰浆果 这冰浆果服用的量恐怕是多了一些 这位骑士的精神受到了这种魔法植物的干扰 就好像人们服用毒品之后 那种精神混乱的状态一样 一百五十二级 极限 啪的一声清脆的响声 杜维发现被骑士握在手里的那根木棍已经在他的掌心被捏碎了 侯赛因咬牙切齿的 你知道吗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的话 我绝对不会选择进入那个该死的圣堂 该死的圣堂 圣堂 杜维知道这个名字 圣堂是神殿里专门存放去世的神圣骑士徽章的地方 所有死去的神圣骑士 他们的徽章都会放在圣堂里 得到神灵的祝福 就在前年 我成为第三名骑士长之前 教宗陛下根据传统 让我担任一年的圣堂守护者 侯赛因的声音低沉下去 他的精神完全陷入到回忆之中了 圣堂守护者 这是每一名神圣骑士团的骑士长在任职之前 都要经历的过程 被授予圣堂守护者的时候 所有人都知道 我将会成为骑士长了 然而我也没想到 那是我噩梦的开始 噩梦的开始 他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他的笑容在冰天雪地当中 随着狂风声音震荡 犹如鬼魅一般 小子 你知道神殿有史以来最强大最伟大的神圣骑士是谁吗 你知道吗 呃 是你 杜维小心翼翼地回答 他觉得骑士已经疯了 他的精神此刻有一些不正常 还是不要触怒他 侯赛因的语气忽然变得崇敬无比 我 我算什么 跟那个人相比 我不过是一只蝼蚁 在数百年吧 甚至是一千年以来 大陆上出现过无数强者 什么大陆第一武士 大陆最强骑士 大陆最强魔法师 大陆第一魔法师 这等等等等的 那数百年来这种强者出现了很多很多 但是唯独一个称号 这千年以来 就只有一个人获得过 什么称号 侯赛因深深地吸口气 他脸颊上出现了一抹病态的红色 星空下 第一强者 星空下第一强者 这个称号的确比什么大陆第一武士之类的 更威风 杜维舔了舔嘴唇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一名曾经的神圣骑士 他的神圣骑士徽章 就存放在圣堂里 可惜 他却成为了我的噩梦 杜维已经被吊起了胃口了 他小心翼翼地用柔和的语言 来引导侯赛因说出 这个人是 伟大的罗兰帝国开国皇帝陛下 伟大的帝国开创者 千年来唯一一个 有资格被称为星空下第一强者的人物 阿拉贡罗兰 他的强大在于无人能复制 因为他不但是顶尖的第一魔法师 同时也是当时最强的骑士 神圣骑士 开国皇帝陛下 曾经加入过神圣骑士团 他拥有神圣骑士徽章 就存放在圣堂里 那枚徽章 成了我的噩梦 阿拉贡 这件事情居然和那个 开国皇帝陛下 扯上了关系吗 别人不知道 可是杜维却是知道 神圣骑士 笑话 捍卫光明神殿 捍卫神灵在人间代言势力的权威 神圣骑士吗 阿拉贡是所谓的星空下第一强者的实力 从哪来的呢 杜维可是最清楚的了 那是从恶魔的仆人 那个老克里斯那儿换来的 来自于恶魔的力量 却靠着这种力量成为了一名捍卫神灵的神圣骑士 不过杜维也依稀记得 这位伟大的开国皇帝陛下 当年似乎的确和神殿关系密切 而他在统一大陆的过程当中 也的确得到了神殿力量的帮助 或许 他当年真的曾经加入过神圣骑士团 对于一名开国皇帝来说 拉拢一切能拉拢的力量 以加入神圣骑士团的方式来获取神殿的支持 倒也是可以理解 只是 他这一身来自于恶魔的力量 却是挂着神灵的名义 这着实是有一些讽刺啊 侯赛因的表情有一些琢磨不透的样子 这个骑士的精神状态开始游离了 幸好他没有发狂 冰浆果的效力使得他原本就在重伤下虚弱的精神力 受到了一定影响 杜维是很想继续问下去的 他很想知道这个骑士在圣堂里 到底从阿拉贡留下的骑士徽章里发现了什么 到底侯赛因说的噩梦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阿拉贡留下了什么来自于恶魔的东西呢 而侯赛因的眼神开始涣散 他口中的声音渐渐地微弱下去 变得含糊不清 原本这么一点冰浆果未必能紊乱其是坚韧的神经 但是多日以来遭遇太多太多的挫折 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折磨之后 骑士的精神状态原本就不太稳定 就好像心情郁闷的人喝酒就特别容易醉一样 侯赛因坐在雪地里四氧八叉地躺下 口中物子喃喃念叨着 说着他终于闭上了眼睛 然后呼呼大睡起来 侯赛因已经很多很多天都没有睡觉了 那难以忍受的疼痛折磨着他 让他疲惫不堪 虽然当疲惫到达极限的时候 只要提起斗气 他就可以振奋起来 但是这种几乎是压榨人的潜力的方式 毕竟不是正道啊 多日没有合眼的侯赛因在冰浆果的作用下 终于放松了精神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已经是很虚弱了 这一觉他睡得异常香甜 没有那该死的疼痛折磨 全身松弛 甚至连个梦都没做 就这么一觉睡到了第二天的天亮 早安 一只手用力地推醒了他 报睡之后的启示感觉全身松散 懒洋洋的 原本崩了多日的脑子 一根弦终于松懈下来 他迷糊地睁开眼睛 却是看见杜维近在咫尺的脸 侯赛因陡然一惊 猛然坐起来 启示一脸自责 沉声说道 我睡了有多久了 不算很长啊 一夜而已 杜维撇撇嘴巴 他看出了骑士的身体 已经到了极限了 如果不睡这一觉的话 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 骑士在内心斥责自己 实在是太松懈了 在这种地方 我怎么能像一头死猪那样沉睡 完全失去了对周围的警戒 甚至还要用人用力地推我 才能推醒我 我怎么可以这么松懈 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本集结束 153集 可惜 好了 别自责了 看着侯赛因的表情 杜维就明白了对方的想法 他笑了笑说道 你是人不是神 就算是神 也有疲惫的时候 更何况你一生都是重伤的 你也需要好好地睡觉 来补充体力 你看 现在你的精神和气色 就比昨天好多了 侯赛因深呼吸了一下 的确觉得精神恢复了很多 他用力捏紧了拳头 顾接咔咔作响 随后骑士站起身来 做了几个伸展身体的动作 他拉开帐篷的脸子 大步走了出来 一出帐篷 侯赛因就看到了达达尼尔 正在用一块石头磨刀 弯刀的刀锋在石头上摩擦 发出了沙沙沙的声音 雪亮的刀光 映在了达达尼尔的脸上 达达尼尔看了一眼这个骑士 眼神并不太友好 毕竟昨天这个家伙 把达达尼尔打成重伤了 早晨的时候达达尼尔醒了 虽然还有一些虚弱 不过外伤已经愈合了 杜维立刻把昨天的事情大概和达达尼尔说了一下 当知道了这个昨天 还试图杀死几方两个强大骑士 今天现在已经变成同伴了 达达尼尔的确有一些震惊 而且情感和态度上 还一时有一些转变不过来 其实这也正常 毕竟一个人昨天把你打得吐血 差点干掉你 今天睡一觉 他成你好朋友了 这怎么可能啊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经过充足的睡眠之后 骑士暴躁的脾气好了很多 毕竟人在极度疲惫之下 就会情绪很是暴躁 现在 侯赛因看上去和气了很多 他看了达达尼尔一眼 犹豫了一下 还是给了对方一个微笑 你想的 嗯 是一把好刀 达达尼尔没说话 只是点点头继续磨他的刀 这是杜维的刀 达达尼尔自己的刀 已经昨天被侯赛因打成碎片了 话说回来 他连对方重伤之下的 随手一击都截不下来 那这样的现实 也很打击达达尼尔的自尊心的 这也是他态度上 有一些冷漠的原因 不过呢 达达尼尔毕竟 还是一个性格坦率的好人 他略微尴尬了一下 就指着旁边的一口 架在火堆上的铁锅 锅里有汤呢 你喝一点吧 幸好 昨天没有把锅打坏 不然我们连热水都喝不到了 杜维在旁边哈哈笑着 然后他走到雪地里 伸展了一下身体 迎着寒风 按照老魔法师教他的那套 古怪的动作做了起来 一套动作做了三遍 直到身体已经自然地 发出了一股热意 寒风吹在身上也不那么冷了 杜维这才深深地呼吸了一下 结束了运动 旁边的侯再音倒是一直带着笑意 看着杜维的动作 他的眼神里仿佛有一些 杜维看不懂的东西 等杜维做完 侯再音忽然挑了下眉毛 老不死地教你的 我是指这套动作 是的 用来预寒很有效 而且对身体 好像也有好处 你练得不错 为什么不继续了 继续 已经做完了 杜维看着侯再音 忽然心里头一动 隐隐地想到了什么 我就知道 侯再音 仿佛低声地嘟囔一句 然后面带微笑 好了听着小子 你做的只是一些基本动作 其实你学的这套 是最最基本的 我看你练得挺熟的 想不想学 更近一级的新动作 这套动作老不死地 只会第一级的基本套路 后面的他也不会了 但是我可以教你 说着 骑士抱着膀子 带着笑意看着杜维 杜维立刻点点头 这套动作的好处 杜维是越来越切身体会到了 除了在这冰天雪地里 可以郁寒之外 杜维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也在一天天地强壮起来 原本以他从前那孱弱的身体 根本就没可能在雪地和寒风里 支持这么多天的 恐怕早已病到 但是现在呢 杜维觉得自己的身体 似乎比同龄人 要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了 骑士立刻走到杜维的身前 让杜维坐下 然后骑士伸出手来 在杜维的身上 那几处骨骼缓缓地摸了一遍 仔细地捏了捏 闭目响了一会儿 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轻轻地叹了口气 可惜啊 你看上去挺聪明的 但是身体的底子太差 恐怕你天生 不是什么练武的好材料 这套东西 就算你学会了恐怕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嗯 得是要大打一个折扣了 你这辈子恐怕是没机会成为一个顶级的舞者了 可惜 可惜啊 说着骑士连连摇头一脸惋惜的样子 杜维倒是并不觉得如何可惜 反正他对成为一个强悍的舞者并没有太大兴趣 但是能让身体稍微强壮一些 他倒是很乐意的 所以他只是笑了笑 我自己倒不觉得可惜 我也没有什么想成为强大舞者的打算 你懂什么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现在练的这套动作是什么 全大陆上千年来有机会学到这套东西的人不超过三个 如果是哪怕一个正常资质的人能够学得到的话 只要勤奋练习 都绝对有可能成为大陆一流的强者 可惜了 你明明能学到 但是你的身体先天条件太差 侯赛因冷冷地看了杜维一眼 杜维来了兴趣 这套东西到底是什么 侯赛因没有立刻回答 他看了旁边正在给火堆添柴火的达达尼尔一眼 很是礼貌地开口 这位 我叫达达尼尔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正好要去林子里找点东西 说完达达尼尔放下手中的东西大不得离开了 谢谢 骑士对着他的背影说了一句 大陆上的舞者都明白这个规矩 当别人在传授舞技的时候在一旁观看很不礼貌 除非你想偷学 而很多高人在传授的时候当然不会让旁边有人偷看学走自己的绝技 小子 我先坐一遍 看看你能记得了多少吧 骑士伸了个懒腰 然后走到了雪地里 随后他做了第一个动作 154集 被火烤的感觉 从侯赛因走到雪地里的时候 杜维就睁大了双眼仔仔细细地观察侯赛因的动作 他的这套动作和老魔法师教的那套很是相似 也仅仅只是相似而已 可是难度却是大了很多很多的 有几个动作杜维看得几乎忍不住暗暗叹息啊 这简直不可能是人类能做出来的 除非那个人的关节完全可以360度的自由旋转 还有那些个韧带 杜维怀疑 就算是前世那些从小锻炼的体操运动员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看着这个大陆第一骑士站在那儿 身体犹如面条一样的自由扭曲 实在是让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啊 一套动作做完 侯赛因额头上已经见汗了 当然不是累的而是热的 他解释道 这些基础的东西就是锻炼你的身体 让你的身体的柔韧性成倍的增加 将来在战斗之中 你的力量敏捷速度 最重要的是抗击打能力 都会成倍的增加 抗击打能力 杜维这一点倒是很有感触 如果真的能练到侯赛因这个级别 全身都能如面条一般柔软扭曲的话 别人一拳明明打折了你的关节 但是你的关节原本就可以自由弯曲 那么当然就是大占便宜了 但是丝毫也没有这么简单 否则的话杜维前世看到的那些个杂技演员 和体操运动员 岂不是个个都是爵士高手啊 侯赛因补充说明 当然 想提高可没那么容易 这些只是最基础的东西 当你把这几套基础的东西 全部练全了之后 你的身体的承受能力达到一个极限 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做好了准备 就能修炼这套东西的高级程度的内容 斗气 斗气 你是说这套东西 其实是修炼斗气的一种基础法门 可不是普通的斗气 你现在还没必要知道 等你达到了我认为可以的程度 我会考虑教你的 现在你坐一遍让我看看 看你领悟了多少 杜维立刻走上几步 站在雪地里面 然后他回忆了一下侯赛音的动作 开始行动了 一套动作杜维记得很快 而且靠着多日练习老魔法师 那套动作作为基础 这套新的动作 他也做的是有模有样的 不过很多难度特别大的动作 杜维就做不来了 毕竟 他可没有让关节360度旋转的本事 更没有让身体像面条一样扭曲的办法 很好 你学得很快 侯赛音虽然也在称赞 不过他的表情越发有些遗憾 摇摇头 可惜 可惜啊 侯赛音看杜维学得很快 又想到了他天生体质 这个家伙虽然聪明 但注定无法练成顶尖高手 他不由地有一些为杜维可惜 杜维学得快 毕竟他精神力强大嘛 记忆力和模仿力都超乎常人 而且这一套动作做完 杜维忽然感觉到身体有反应了 热 这是杜维此刻的最强烈的感觉 从和老魔法师那套动作做完之后 全身散发热量不同 侯赛音 侯赛音 这套动作做完之后 杜维就感觉到身体仿佛有一团烈火 熊熊燃烧一般 这火焰燃烧得似乎十分猛烈 甚至让杜维感觉到自己置身在火炉之中 他全身都不停地出汗 汗水很快浸湿了他贴身的衣服 杜维甚至感觉到口干舌燥 忍不住想喝水 侯赛音则是一把拉住了他 他脸色严肃 然后在杜维耳边飞快地说了句口诀 低声说道 姥姥记住 这套动作要配合口诀修炼 才能有真正的效果 但是这口诀老家伙是不知道的 他学的是魔法 所以这些东西他没有学到过 我也不太清楚这些口诀的意思 你只要跟着做就行了 这口诀很是奇怪 杜维在侯赛音的指导下 坐在雪地上 然后闭上眼睛 感受着身体内 那团火焰 那热意让杜维全身滚烫 就好像是发高烧那样 杜维根据口诀指点 一点一点地感觉了火焰 试图用自己的精神力去引导他们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那些个热气 仿佛无穷无尽一般地 随着杜维牵引遍布全身 一波一波的热浪袭来 让杜维热得几乎要晕过去 但是在痛苦之余 更是一种奇怪的 奇怪的舒服感觉 杜维内心自嘲 恐怕这世界上 喜欢被火烤的人不多吧 逼着眼睛的杜维并不知道 他全身的汗水已湿透了他的衣服 甚至连屁股下面坐着的地方 积雪都已融化 那热量在烤着他的身体 骨骼肌肉 无声无息地 一点一点地修复着他身体内的一些弱点 一点点地让他的身体产生变化 当然这些变化肉眼看不到 过了很久 杜维睁开了眼睛的时候 看见太阳已在头顶了 他这一坐居然就坐了一中午 侯赛因就坐在他的身边 一脸淡淡地笑意 好了 第一次时间都会很久的 下一次修炼的时候 你就不会坐这么久了 只要一遍做动作 一遍跟着口诀引导热气就行了 杜维伸出手来全身暖洋洋的 微风吹在身上 仿佛根本没有半点寒意 甚至他出了一身的汗 风吹在他身上 还感觉到好像很凉快一样 这就是斗气吗 还早呢 这只是最最基本的锻炼身体的法门 距离修炼斗气 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 现在的这种修炼 只会让你的身体素质改善而已 但是不会让你变成高手 当年创造出这种修炼方法的那个人 留下过一段话 他说无论是如何强大的强者 本质上 斗气也好 什么都好 不过是能量而已 我们的身体也是能量 但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呼吸空气 喝水 吃饭 都是补充身体里的能量 可是个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 有人吸取了能量 身体只能吸收三四分 有人能吸收得多一点 本集结束 记得 155集 朝峡谷出发 侯赛因低声说道 这种修炼的方法使得人的身体变强 变得更加的纯粹 可以降低你能量的损耗和流失 以后你再吸取能量 吃饭喝水哪怕是呼吸的过程 你的身体都会随着这些 而一点一点吸取自然的能量 如果你是一个修炼之人 无论你修炼的是魔法还是武器 你炼得也会比别人快一些 因为你的身体经过了缓慢的改善 你更能留下那些炼出来的能量 并且降低消耗 杜维的内心给这种修炼方式下了个定义 明白了 就好像你把一个单缸发动机 修成了双缸发动机一样 效率更强大了呗 好了 现在去洗个澡吧 你一身的汗 真是臭死了 侯赛因推了杜维一把 在这种冰天雪地里面 杜维干脆就脱了衣服 然后抓起了一把把血往身上擦 冷冷的雪擦得滚烫的皮肤上 丝毫没有什么寒冷的感觉 就好像是裤下洗个冷水澡一样舒爽 杜维对这种改变很是开心 也很是享受 在他看来 这种做法还能满足虚荣心 雪地里抓着雪擦身 一点冷的样子都没有 这种感觉很硬汗不是吗 看着杜维开心地用雪洗澡 侯赛因坐在帐篷的旁边 这个其实一脸地沉思 然后轻轻地叹口气 这样也好 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 如果我一死 那么这套东西就没有人能够流传下去了 不管怎么样 阿拉宫 你的这套星空斗气的法门 我也算是流传出去了 虽然你是我的噩梦 但是看着这种神奇的武技失传 身为一名武者 是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啊 星空斗气 再看看吧 如果这个小子的进度能够让我满意的话 说不定就能把真正的星空斗气传给他呢 杜维并不知道的是 他此刻修炼的这套动作 正是近千年来 罗兰帝国开国皇帝 阿拉贡罗兰 靠置横扫大陆强者 成为大陆顶尖圣骑士级别的强人的武技 星空斗气 当然了 我们这位小贵族现在修炼到的只是最最基本的锻炼身体的基础法门 如果他进展足够快的话 或许 好了 我们该上路了 停止了思考之后 侯赛因站了起来 他挥了挥手 一道强风从他手上卷过 卷起积雪 立刻把面前的火堆熄灭 掩盖起来 达达尼尔已经回来了 他开始收拾帐篷 而侯赛因对杜维喊了一声 小子 穿上你的衣服 我可不想继续看你的光屁股的模样了 三个人上路 继续这么沿着大圆湖往森林的北方走 眼前这片森林仿佛浩瀚无尽头一般 三人沿着湖畔一路前行 终于又在两天艰难跋涉之后 绕到了大圆湖的北岸 杜维拿出了雪狼拥兵团团长 拜因李希赠颂的那幅 冰封森林的地图看了一下 这张地图上 对大圆湖的南岸倒是描写得很是细致 那里比较安全 哪里是魔兽出没的比较多的地点 这里都有标注 而大圆湖的北岸 标注的就比较简单了 地图上大片大片的空白 只简单地写着森林的字样 而其中唯一的一条前进的方向 也是拜因李希团长根据 查了很多前往冒险者留下的资料 而写出来的 杜维展开地图 给两个人看了一眼 好了 如果我们继续往北的话 我想最好沿着地图上的 这条道路走 瞧 这恐怕是两百年来 唯一有人走过的地方了 沿着这里 这个方向 就在我们现在所在位置 往左上 一直往北 我们会穿越一段安全地带 地图上说 这个地方魔兽比较少 但是走到两天之后 我们会到一个峡谷 哦 这个峡谷没有名字 不过上面写得很清楚 那个地方有危险 会有高级魔兽出没 而再往北的话 就是完全地未知了 达达逆尔很是认真地看着地图 侯赛因倒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决定吧 我的同伴们 我们到底怎么走 是按照地图的标示 我们走那条峡谷呢 还是自己就这么漫无目的地 一直往北 走到哪儿算哪儿 说这句话的时候 杜维多半是在看侯赛因的 他觉得老魔法师 此行冰封森林肯定是有目的的 这个背叛神殿的神圣启示 应该是知道此行的目的的 他们之前都不说 可是到了这儿 总该说了吧 不过杜维失望了 侯赛因一脸默然淡淡说道 随便 只要一直往北 至于走哪条路 你们决定就好 达达尼尔沉吟了一会儿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走峡谷吧 其他的地方没有人去过 可以知道那些地方有什么呢 只有这条峡谷 是从前有人走过的 虽然留下的资料不多 但至少我们还能有点准备 好吧 那么就决定了 我们就朝着峡谷出发吧 杜维收起了地图 他倒是很无所谓的样子 毕竟身边跟着一个大陆第一骑士 后面随时还有一个顶尖的超级魔法师跟着 就算遇到什么危险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越过大圆湖往北 天气已经冷得让人无法承受了 可以说如果是杜维前面的体质的话 恐怕早就冻死在路上了 不过现在他每天都把侯赛因教他的那套动作练上几遍 足以预寒 而侯赛因仗着他斗气强悍 也是不惧寒冷 反而是达达尼尔 他虽然是个强壮的武士 但毕竟实力只有三级 却是渐渐不知了 大圆湖的北岸走进了森林 这里的天气很是奇怪 林子里已经没有什么风了 周围一片的寂静 只是脚下的雪 着实厚实地让人心里发麻 甚至有的时候 一不小心踩到个雪窝里 那厚厚的积雪几乎把人都埋到了腰部 而且这里的雪不但厚 还很硬 这两天大家露营的时候 挖开地上的积雪 扎帐篷的时候 积雪下面几乎看不到土地的 好几次 他们挖开积雪下面 则是坚硬的冰层 本集结束 一百五十六级 突破的临界口 见鬼 我怀疑这里的地面根本就没有土 全是一片冰层 在这种冰层上 这些树木是怎么生长的 难道这些树也可以在冰层里面生长 达达尼尔叹息了一声 杜维皱着眉头 他低声说道 对了 你们有没有感觉 自从离开湖畔走进这片林子以来 我总有一种奇怪的错觉 这里很安静 几乎没有什么声音 但是我却好像感觉到 咱们时刻被什么东西盯着一样 你们有这感觉吗 达达尼尔摇了摇头 他表示没有 侯赛因却仿佛笑了一下 然后这个启事看了杜维一眼 哦 你也感觉到了吗 杜维是仗着自己的精神力强大 感应力敏锐 而启事呢 则是因为超然的实力 唯独实力比较低的达达尼尔 他只是一个终极武士 没有那么强的感应力 我们是不是被什么魔兽盯上了 也许不是一只 而是一群 管他的 他们最好是别出现 如果出现的话 我们就当多一些晚餐罢了 杜维毫不怀疑侯赛因的话 事实上 这一路上 沿着大圆湖前进的过程当中 三个人 有不止一次遇到魔兽的袭击 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 食物稀少 魔兽的等级也非常高 一些嗜血的魔兽 甚至会为一点猎物而不顾一切地袭击他们 就算是晚上 杜维也会在帐篷的旁边洒上龙的粪便 都渐渐没有多少效果了 这里的魔兽似乎都拥有比较高的智力 巨龙的粪便吓唬不走他们 他们虽然不敢直接进攻 但是却会展开一些试探 有一天晚上 半夜有三只地龙 从帐篷下的土地里钻了出来攻击他们 这种地龙并不是真正的龙 而是模样类似于杜维前世见过的穿山甲那样的小动物 可是这个东西确实会让人很是头疼啊 他们可以随意地在这里雪地下的那些个比铁还要坚硬的洞土和冰层下随意地挖洞穿行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这些家伙身上都披着一层坚硬的灵甲 到底有多硬 你可以去问问达达尼尔 因为在那次夜席里达达尼尔一个三级武士 拿着弯刀全力披在一只地龙的后背上 结果那地龙只是晃了晃身子 而达达尼尔手中的弯刀却断成了两截儿 这些个地龙拥有强悍的超乎寻常的防御能力 而他们的利爪和牙齿却更是可怕 轻易地就能把坚硬的金属咬断 要知道 他们是靠着利爪和牙齿在洞土的冰层下打动的 这种小东西体积不大 但是速度惊人 几乎刀枪不入 可是你要是被他们抓上几下 或者咬上那么一小口 就能咬了你的命 如果不是队伍里有侯赛因这样的强者 杜维毫不怀疑自己和达达尼尔恐怕已经完蛋了 那天晚上 达达尼尔一刀劈在地龙的身上自己的刀断 地龙只是晃晃身子 一下就扑到了达达尼尔的身上 那足以挖穿洞土的爪子 已搭在了达达尼尔的肩膀上 轻易地就刺穿了他的皮甲 甚至还把肩膀的骨头都给刺穿了 就在这个时候 侯赛因这个大陆第一骑士出手了 他用一柄破旧的长剑 一剑挥出 只见淡淡的金色气焰 这种淡金色的斗气 在晚上显得异常耀眼 就在这一片光滑洒过 三只坚硬无比的地龙叉叉两声 同时伸手一出 三只地龙断成六截 而达达尼尔身上的那只脑袋 却已经滚到了雪地里 这天晚上 他们三个人享受了一顿烤地龙 破开地龙外表坚硬的灵甲 这小东西的肉很是坚韧 根本无法咬动 倒是他们的内脏 非常鲜美可口 侯赛因甚至把三条地龙 身上的鳞片剥下来 装了沉沉的一手袋 他随手送给了杜韦 这些东西拿去做铠甲 他们的分量很轻 却比金属还要坚硬 应该是很好的材料 这个骑士甚至还抽掉了 三根地龙金 这坚韧无比的东西 他用它给达达尼尔换上了弓弦 用地龙金做的弓弦 比普通的铁台弓要好上数倍 达达尼尔对侯赛因 已经没有丝毫恨意了 虽然侯赛因差点杀了他 但是现在 这个骑士不但救了他一命 还给他弄了张好弓 无论如何算下来 都是他欠这骑士的 侯赛因呢 依然一副冷漠的样子 也不多说话 没事的时候 他就抱着双臂 闭目养神 达达尼尔不好意思和他说话 杜维呢 确实不在意 他一肚子的疑问 只能从骑士这里得到答案 嘿 伤口怎么样啊 我这里还有一点冰浆果 杜维走到侯赛因的身边坐下 侯赛因抬头看了他一眼 谢谢 不过不用了 那种东西吃多了是会上瘾的 而且那天我吃了冰浆果 已经说了一些不该说的东西了 我现在能够支持得住 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注意到 你的斗气 是金色的 我可是听说过 只有圣骑士的斗气才是金色的 你之前被称为百年来最接近圣骑士的强者 现在看你斗气的颜色 你现在 已经是圣骑士了吧 侯赛因的眉毛一条四笑非笑 圣骑士 如果我已经是圣骑士的话 我身上就不会有这么多伤了 你还不是圣骑士 杜维有一些吃惊 尽凭一己之力斩杀两个和自己同级的九阶骑士 还杀了一个神殿里顶级的魔法师 那个审判长 虽然杜维不知道这个审判长到底是几级魔法师 不过想来至少是八级以上吧 此外 还有一个八级的神圣骑士 外加若干中级骑士 侯赛因具有这样恐怖的实力 竟然还没能达到圣骑士的境界 侯赛因叹了口气 我现在还是九级 我感觉到自己已经快要到突破的临界口了 但是却始终差了那么一小步 这一步明明就在眼前 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才能迈得过去 也许就在今天 也许我这辈子都过不了这一关了 只有老天知道 一百五十七集 数人 杜维深深地吸口气 那么 圣骑士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 侯赛因摇摇头 他的眼神有一些迷茫 不过我知道的是 圣街和普通等级之前 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普通的骑士无论是八级还是九级 虽然实力相差很大 但是越级挑战也不是没有赢的可能 比如九级骑士 虽然比八级强大 但是如果能够集中几个八级骑士合力之下 也能战胜一个九级骑士 但是圣街 那就是一个我未知的境界了 根据古老的传说 唯独圣街是不能越级挑战的 也就是说一旦你到达了圣骑士境界 除非有其他圣街的骑士 这才能当你的对手 而比你低级的骑士 哪怕聚集很多九级 也永远不可能战胜一名圣骑士 九级和圣骑士之间 虽然只差了一个级别 但是这一个级别 却代表了一道巨大的 无法跨越的鸿沟 杜维没有说话 他仿佛在思索着什么 侯赛因苦笑了一下 有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强了 在和卢克骑士长 还有凯莉骑士长决战的时候 我的势力虽然比他们都强 但是我最多应付 他们两个人的联手攻击 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但是如果我是盛气士的话 他摇摇头闭上嘴巴 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杜维一眼看着侯赛因不再说话 知道这个家伙不想继续谈话了 只能叹口气 摇摇头到旁边 去帮达达尼尔生活 之后的第二天下午 三个人终于接近了地图上的 最后一个有标记的地方 峡谷 其实这个地方 地势很是简单 前面横着两片山坡 陡峭的山坡上 露出了黄色的岩石 岩石上铺着冰雪 陡峭临寻 两片山坡中间一个断口 这个断口 就是那地图上说的峡谷 三个人走到峡谷入口处 确实都愣住了 因为在这个峡谷入口处 两旁仿佛是故意的一般 立着两个石雕 左边是一个人类的骑士 大小就和正常的人差不多 这个石雕异常精致 雕刻的功夫堪称宗师级的 骑士手里的长剑还在挥舞着 脸上的表情愤怒 怒目圆睁 表情唯妙唯笑 几乎逼真到了极点 身上的铠甲有些残破 但是连每个残破的缺口 都雕得非常的惊细 轻轻地抹掉上面的浮雪 裸露出来骑士的铠甲 连花纹都是那么清晰可见 杜维看着这个 实在是逼真的 有些过分的石雕像 忽然脸色一变 这好像不是石雕 不是雕刻出来的 是真人 被石化掉的 很快杜维和达达尼尔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两个人同时 从口中吐出一句话 金眼莽 侯赛因一脸阴沉 他忽然拔出长剑 皱眉低声 嘿 我又有那种讨厌的感觉了 还有东西在暗中 偷偷看着我们 好像就在这儿 侯赛因说完 他轻轻地一弹剑风 破旧的长剑 在这骑士的手中居然发出了一声清脆的低吟之声 这个声音之中带着速杀之气 站在侯赛因的身边的杜维 能够轻轻地感觉到一丝冰寒流过身边 记得他全身汗毛倒树 忍不住就打了个寒战 达达尼尔也是紧张地看向四周 你发现了什么 难道是金眼蟒 不是 金眼蟒是独具魔兽 这些家伙 很多 空气当中隐隐地传来一阵仿佛树枝树叶沙沙的声音 随后从远处传来一声声闷雷一般的声音 那个声音震荡地周围树木和岩石的积雪 扑扑抖落 此外 杜维还能感觉到一声一声奇异的声音 这些声音就仿佛是交谈一般 嗡嗡作响 却不像是人类的声音 更不像是魔兽的吼叫 而是夹杂着那些个沙沙的树叶抖动的声音里 又好像是一群群蜜蜂的声音 骤然的三人周围 忽然无数个地方都传来咔嚓之声 好似木头折断的声音 随即这声音连成一片 接下来杜维可算是开了眼了 首先距离他们大约二十多步之外 一颗雪松 忽然自己晃动了一下 然后整棵树的树根自动从雪地上狠狠地拔了出来 带着冰蟹土蟹抖动了几下 两根巨大的根筋 仿佛是两条腿一般地岔开 然后用一种笨拙的方式 往前迈了两步 杜维陡然就醒悟了 那沙沙嗡鸣之声 好像是一种唤醒某种信号一般 很快周围的一片森林里 无数的树木开始抖动 然后苏醒 这些树木就好像是活过来了一样 把自己的根从雪地里拔出来 然后仿佛人一样地在雪地里笨拙地行走 杜维和达达尼尔都已经看得呆住了 而侯赛因却是脸上露出了沉思的表情 手里握着剑 眯着眼睛看着这些活过来的树 这些树人越聚越多 从十几个到几十个 这些庞大的身躯密密麻麻地朝着峡谷口拢过来 却是一直和杜维等三个人保持着一定距离 这些个树没眼睛没嘴巴 但是它们却有很多的手臂 那些树枝卷曲起来 很多树人用它们的树枝从地上卷起一个个武器 有的是巨大的石块 有的是从雪地裂出来的洞土 还有的干脆抓起大块的冰块 就这么用树枝卷着 缓缓地朝着峡谷口逼近着 杜维大声地喝道 他们是准备攻击我们 我们退后往峡谷里去 等等 再等等 侯再音的声音很是沉稳 这些是树人 我知道这种生物 但是树人是一种性情温良的魔兽 他们从来不主动攻击别的东西 不要轻举妄动 如果惹恼了他们 他们可以唤醒更多的树 别忘了 我们现在可是在冰封森林里 这里到处都是树 正说着呢 忽然站在前排的几个树人 仿佛被两个人对话惊动 大树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咆哮声 在这咆哮里 几个树人手里卷着的石块冰块 一股脑地朝着三个人站立的地方 跑了过来 一百五十八级 如果在平时 见鬼 杜维叫了一声 他飞快地吟唱一句咒语 两道锋刃射了出去 将一个巨大的冰块 在半空击散 而另外一道锋刃 把一个岩石荡开 面对披头盖脸 飞来的密集的岩石 侯赛因忽然 一手抓住杜维的衣领 然后另外一只手用剑柄 在达达尼尔胸口 用力地撞了一下 把达达尼尔撞开 随即 他抓着杜维 朝旁边跳开 一阵密集的轰鸣声 那密集的岩石雨 立刻把峡谷口 刚才三个人站立的地方 砸出了无数的大坑 杜维看得心惊肉跳 百忙之中还扭头 看了侯赛因一眼 老兄 你刚才说什么 性情温凉 不会主动攻击 他们差点把我们 砸成肉泥啊 一个树人大步走了过来 抬起硕大的树根 一脚就把峡谷口的 那个石头雕像踩碎了 随即一声咆哮 身后上摆 身体庞大的 巨大一般的树人 随后也是 珊瑚海啸般的响应 杜维苦笑出声 他们可不太友好 好像就要攻击了 我们还傻傻地站在这儿吗 废话 这里到处都是树 除非你能立刻跑出冰封森林 否则的话 树人可以把整个森林的树 全部唤醒成为他们的伙伴 别惹恼了他们 妈的 我可没惹他们 一个树人忽然弯下了身子 庞大的树枝 朝着三人狠狠地扫过来 侯赛因也是有一些恼火的 他身上闪过了一丝 淡金色的光芒 大喝一声 手里破剑横扫过去 那道淡淡的金色 光芒闪过 兽人那只手 立刻就被横着砍了下来 其实这一出手 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他放下杜维 自己朝着前面扑过去 就地一滚 躲过了那个树人 如锥子一般砸下来的巨大脚 然后反手一剑横斩过去 就听咔嚓一声 树个也被他砍断 这树人站立不稳 立刻朝后倒去 这种庞大的家伙 弱点就是行动缓慢 一个树人倒下 却是几乎砸到了三四个同伴 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一倒就是一大片 骑士干脆一头冲进了那个树人群里 仗着他身体小巧 在树人的缝隙里来回地跳跃跑动 他的剑已经砍在了七八个树人身上 这些树人却根本打不中他 反而不少攻击打在了自己同伴的身上 一时间树人的队列里人仰马翻的 就在杜维放心的时候 忽然远处传来了一些沙沙的嗡鸣声响 变得急促 这仿佛是一种命令一样 顿时所有的树人都发出咆哮之声 他们不再笨拙地用巨大的缓慢的手脚 去试图砸喉赛音 反而忽然之间 这些个树人全身的树叶抖露下来 带着锐利的破空之声 那些个树叶仿佛片片刀锋一般 席卷着朝着侯赛音呼啸而去了 这种攻击就可怕多了 就几乎堪比无数个法师 同时发出无数道锋刃 骑士就算是速度再快 也躲不开这种四面八方 劈头盖脸砸下来的树叶 他立刻在地上一滚 随后全身痘气散开 整个人变成了犹如金色的气团一般 那个圆形的金色光球 在身体的周围挡下了所有的树叶 一时间密密麻麻的树叶几乎把骑士淹没 他小小的身子 瞬间变成了一个覆盖满树叶的草堆 不是杜维见死不救 他倒是想帮忙来着 但是他刚一露头 咚咚两声 两片树叶就盯在了他面前的岩石上 柔软的树叶 甚至深深地插进了岩石里 杜维只能和达达尼尔两个人 老老实实地躲在岩石后面 侯赛因已经被树叶覆盖住了 不过骑士深深地吸口气 猛然之间双臂一阔 斗气激荡之中 顿时抖落了全身的树叶 他虽然有斗气护体 但是在没完没了的树叶攻击下 时间长了也是吃不消的 此刻侯赛因的眼光里面 两个瞳孔仿佛变成了金色 他手里的长剑发出一道金光 杜维躲在岩石后面 就听到一声爆炸之声 那道金色的剑气挥洒开来 瞬间就割破了周围一圈树人的根部 甚至距离靠近的几个树人 在剑风激荡之下 整个躯干寸寸裂开 庞大的躯干瞬间 就被无坚不摧的剑气 一砍变成了一堆碎木头 侯赛因这一招算是惊人了 金光散去之后 以他站的地方为中心 周围二十米之内的树人 全部变成了片片碎木头 稍远一点的树人都趴在地上 一溅下去上百树人 一大半被他干掉了 不过这一剑显然也消耗了其实不少的能量 他原本身上就带着伤 元气还远远没有恢复 这一剑之后呼吸有一些不匀 忍不住用长剑拄着地面 他呼呼地喘息着 额头上出现了点点汗水 杜维和达达尼尔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同时从岩石后面跳了出来 迅速地奔跑到侯赛因的身边 达达尼尔飞快地把他往身上一架 拖着就往岩石后面跑 而杜维立刻不顾魔法消耗 尽可能的一口气也不知道射出了多少个火球树 点燃周围的一堆堆木头 然后掉头就跑 杜维大声地喊着 往峡谷里跑 怎么跑 入口被堵死了 达达尼尔叫道 刚才最先那一波乱石攻击里 原本狭窄的峡谷入口已被岩石堵死了 杜维大声地喊着 那就先躲到岩石后面 三个人退到了刚才杜维和达达尼尔藏身的地方 可是身后树林里 一阵一阵沙沙的嗡鸣声再次传来 这次声音比刚才那次更嘹亮 声音传播得更远 侯赛因叹口气 他们在召唤更多的同伴 放开我吧 我只是刚才那一剑试得有些猛了 如果是在平时 我一剑就能干掉那些东西 如果在平时你还是神圣骑士 也不会被追赶到这个鬼地方了 你现在受伤 实力最多剩下三四成 可对付不了这些无穷无尽的怪物啊 你能召唤来那个老家伙吗 这些东西 我觉得用五计近身攻击没有用的 最好是用魔法才能解决 大规模范围打击的魔法 一百五十九集 赔偿 等等 好像不对 达达尼尔趴在岩石上 露出了眼睛去观察 他忽然低下头 他们并没有攻击 反而在退后 什么 杜尼也探出脑袋去 果然 那些个树人 非但没有攻击 反而用沉重的缓慢的步伐 一步步后退 但是可怕的是 他们的身后 更多的树木在嗡鸣声中 把庞大的身躯 从雪地里拔了出来 变成了活的 杜尼只觉得毛骨悚然 看着面前大片大片的森林 目光所能看到的范围内 所有的树都拔出了自己的根 抖露身上的鸡血 然后仿佛一个一个 呆滞的木偶一般的围笼过来 达达尼尔叹息一声 老天呀 这都有多少 天才知道 这里是森林 冰封森林有多大 这里有多少树 十万棵 二十万棵 贱鬼 可是他们怎么不攻击了 反而围在那里 好像是在等什么 的确 这些个树人的确在等待 很快 闷雷一样沉重的脚步声 从远及近 杜尼都能感觉到 地面沉重的震荡 赫然在大群的树人当中 分开了一条道路 一个庞然大物 用低缓的速度 缓缓地从树人群中走了出来 杜尼的第一印象是 这家伙可真大呀 如果说其他的树人就好像巨人一般 那么这个最大的家伙就是巨人中的巨人 以杜尼目测来看 这东西至少有七八层楼那么高 全身的躯干又黑又硬 那些个古老的树皮斑斑勃勃的 就仿佛生锈的铁一样 身躯上的树叶极为茂盛 行走的时候 全身的树叶发出沙沙的摩擦声 多为注意到的是 这个最大的树人从外形上来看 是最最最接近人的形状的 因为他的根部已经非常明晰地分成了两刹 仿佛人的两条腿一般 而身上的树干也清楚地分成了一个字母的外形状 两边的枝干就仿佛是两只大手一般 上面分叉出来的树枝就好像是手指一样 多为看见这个大树手里头 手指上挂着一个硕大的 缠绕着密密麻麻树藤的圆形东西 那形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一个号角 更让多为惊奇的是 这棵大树的树干上 仿佛有张脸 那些尖锐的凸起好像鼻子 而鼻子下面横着裂开一个口子 口子两侧则是翻起了树皮格外的厚实 就像嘴唇一般 所有其他的树人仿佛对这个大家伙都很是畏惧一般 纷纷地退到他的身后 看来他可能是这树人的首领啊 你们 这个树人首领发出了一声仿佛浑厚而沉闷的声音 虽然很是声色 但是杜维勉强辨别地出来 这是人类的语言 见鬼这家伙会说罗兰大陆的通用语吗 你们为什么屠杀我的同伴 他的每个字的声音都在森林里回荡 还带着长长的尾音 浑厚低沉的声音带着愤怒的味道 杜维壮着胆子 把身子冒出了岩石外面 看着这大家伙大声喝道 是你们先攻击我们的 你们没有遵守约定 血言宝君答应过 每十年会允许我们派人进入峡谷一次的 树人首领很是愤怒 他的树冠开始颤抖 他的声音仿佛在质问 今天是十年的约定日 为什么你们要在峡谷口屠杀我的族人 难道血言宝君要再次挑起和我们属人的战争吗 十年 约定日 血言宝君战争 杜维立刻就明白了 这恐怕是个误会吧 眼看着这个个头最大的树人首领要暴怒的样子 杜维立刻站直了身子 用最大的声音喊道 等一下 我能不能先问一个问题 树人首领看着他 杜维深深地吸口气 然后呢 尽量用最为和善的语气笑着说道 请问 你说的血言暴君是什么东西啊 我不认识那个玩意儿 此言一出 树人和三个人类之间都沉默了下来 幸好那些个树人都没有眼睛 否则的话肯定是一副美妙的大眼瞪小眼的场面 你们不是血言暴君的手下 不是 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那你们是什么 杜维从岩石后面跳了出来张开双臂 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 扬起了笑脸 这还用问吗 我们是人类 你难道从来没有见过人类吗 树人的首领沉默了好一阵子 他粗壮地双腿往前迈了几步 然后庞大的身子微微地弯曲了起来 树冠呢也是压了下来 似是仔细地打量了杜维一会儿 随后树人首领重新站直了身子 他语气里带着一些喜悦的味道 哦 你们是人类 我记得人类 很久很久以前 一个人类朋友教会我说话 杜维松了口气 不过这个树人首领虽然迟钝 但是却并不笨 他语气里的喜悦一转 又变成了愤怒 可是 你们伤害了我的同伴 是你的同伴先攻击我们的 杜维仿佛认定了这些树人好欺负 我们好好地站在这里 你的同伴出现了 然后先用石块攻击了我们 嗯 树人首领发出了一阵沉吟 他仿佛在思考 随后他大声说道 好吧 是我的同伴 先 他慢吞吞地说话方式 实在是让杜维有一些按捺不住 于是他抢先说道 既然这样 我们可以走了吗 不 树人首领不善言辞 不过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 最合适表达自己意思的词语 赔偿 本集结束 记得点赞分享 下集见 一百六十集 生命之权 杜维正了正 赔偿被侯赛因打散的那七八十棵树人吗 这怎么赔啊 用金币 我的老天 树人要金币有什么用啊 难道 偿命啊 靠砍几棵树要判死刑 这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啊 无论怎么说 杜维都觉得自己一方占据道理 毕竟自己三人好端端地站在这儿 是这些树人先扔石头过来的 那些足以把人砸成肉泥的石头 然后 几方只是自卫还击而已 难道他们三个人类就这么站着 让一群树砸死吗 不过显然和这个迟钝而且固执的树人说道理好像行不通啊 杜维想了一下 想起了先前这个家伙的话 他立刻有了主意 尊敬的树人先生 请问 刚才你说的血眼暴君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 我听说你提到了 战争 树人并不是一个合格的诉说者 他缓慢而低沉的声音 就好像杜维前世见到的那种老式的 并且已经严重跳叠的放声机 一个简单的事情 他足足说到了太阳下山 才勉强把这事说清楚 其实和杜维猜得差不多 在这一片土地上 是树人首领的话来说 整个冰封森林都属于树人的领地 这个说法让杜维觉得他有点吹牛了 因为杜维进入这片森林已很多天了 之前他可从来没有见过能活过来的树 树人首领 顺便说一下 这个笨状的大家伙自我介绍了一下 他有一个很符合他身份的名字 叫伍德 用伍德的话来说 他出生在这片土地上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他是一个标准的血统纯正的树人 至于树人是不是有什么所谓的血统 杜维管不着 但是伍德的话透露了两个 让杜维觉得很有意思的讯息 首先 其实站在面前的这大片大片的树人 都不是真正的树人 真正的树人只有伍德一个 而伍德自称他也是这片土地上只剩下的最后一棵树人族了 至于他身边的这些个同伴 都是他用手里的缠满树藤的号角唤醒的同伴 杜维猜测所谓的同伴大概率就是手下的意思吧 这个号角有一个杜维觉得很魔幻味道的名字 叫自然号角 这是树人世代相传的宝贝 吹响号角就能唤醒周围的树人 使得这些个树人变成听候自己指挥的同伴 而树人族的传承也是很让杜维意外的 他们没有性别区分 他们的传承是通过自然号角 大概的方式就是用自然号角唤醒同伴 在开始没有什么智力和自我意识的 他们只会根据真正的树人的命令形式 简单的行动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攻击我们 老伍德回答让杜维觉得很是遗憾 因为邪恶的邪眼暴君 一直在残害这片树林 所有的树木都痛恨这家伙 而大家认为三个站在峡谷门口的人类 是邪恶的邪眼暴君的手下 原谅这些没有智商的树人同伴吧 他们可不懂分辨什么是人类 被唤醒的同伴在最初的时候 是没有多少自我意识的 但是随着岁月的增长 他们才会慢慢地培养出自我意识来 而且只是非常小的概率的 很少很少一部分才能出现自我意识 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才是真正的树人 而不是伍德口中的同伴 原本在这片林子里面 按照伍德的说法 真正的树人只有那么几个 数量不多 大概也就是三五个 树人一向是人口稀少的种族 这种说法让杜维觉得很无奈 明明这儿到处都是树 可是呢 真正能成为树人的 却实在是少之又少 绝大多数只是停留在 无意识的同伴级别 原本三五个树人里面 伍德是最年长的一个 按照老伍德的话说 他们在这片森林里快乐地生存着 他们没有什么天敌 因为无论是魔兽还是别的东西 都对他们没有产生任何的威胁 直到有那么一天 这片美丽和谐的地方来了一个邪恶强大的存在 这家伙叫做邪眼暴君 他强横地掠夺的属于树人最最宝贵的财富 这个峡谷 虽然这一片树林广袤无限 但是这小小的峡谷却是 树人族最最不可或缺的东西 因为这个峡谷里面 有一个关系到树人族能否世代相传的宝物 可惜的是 这宝物被邪恶的邪眼暴君 占为己有了 可恨的是 当愤怒的树人带着同伴 来找这邪恶的家伙 理论的时候 这个家伙的实力却是让树人族损失惨重 那个邪眼暴君拥有强大的魔法实力 他甚至残忍地杀死了伍德的族人 原来真正的树人族只有三五个 但是现在只剩伍德一人 其他的几个人都被邪眼暴君干掉了 而且邪眼暴君还用他们的身体制造了自己的宫殿 就在这峡谷里面 愤怒的伍德吹响了自然号角 召集了大批大批的同伴来到这个峡谷 但是强大的邪眼暴君的实力 却是庶人根本无法战胜的 那些邪恶强大的存在 可以用魔法驱使附近峡谷周围的魔兽 甚至还有从地下爬出来的死尸和亡灵 面对这些个怪物 伍德损失了很多很多同伴啊 但是幸好这里是森林 伍德可以召唤无穷无尽的同伴出来 邪眼暴君也有所顾忌的 最后他僵持之下 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 停战 伍德要求归还这个峡谷 但是邪眼暴君不同意 最后双方协议是 每隔十年允许数人进入峡谷一次 侯再因问道 听到这个故事之后 杜维也最感兴趣的是这个 峡谷里到底有什么 老伍德回答 生命之权 生命之权 在庶人族里 他还有一个世代相传的古老名字 青春不老权 本集结束 记得点赞